台湾红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称 已经跟BNT疫苗厂商讨论 争取明年3000万剂疫苗给台湾 得到了不错的回应 被认为是在催台湾当局提前购买疫苗 又被无患 然而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却称 已经购买了大量莫德纳疫苗 让郭台铭碰了软钉子 据台湾东森电视台报道 红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在网络发文称 台湾疫苗供应上应保证不锻炼 有备无患量入为初 积极争取明年疫苗采购 他已经向BNT疫苗原厂咨询 希望为台湾保留3000万剂疫苗 郭台铭此举被认为是在催促台当局 提前预约明年的疫苗 台湾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 对此回应冷淡 指挥中心也已经预告 莫德纳疫苗等 只要对防疫有需要 我们都超前部署 也感谢郭岛的善意提醒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负责人陈时中30号表示 台湾目前采购的 作为第三剂的疫苗量足够 也预约了2000万剂莫德纳 评论认为 民进党当局的表态言外之意 是能够处理好疫苗采购问题 而且渠道比郭台铭多 让郭台铭的建议碰了软钉子 变种病毒来势汹汹 台湾面临疫情反弹 以及疫苗覆盖率不足的多重压力 多名民意代表表态提醒民进党当局 袭击筹措疫苗采购 不应排斥台湾民间团体的努力 如果他们没有能力就找郭台铭 就找台积电 就找磁剂 这些民间人士 还有很多的民间人士 他们愿意扮演这样子的角色 其实现在BNT的疫苗在全球来说 在打第三剂的阻力 其实我觉得政府都应该要积极地去来 争取这些国际疫苗 保留给台湾的 与台湾社会的呼声形成对比的是 民进党当局的表态被认为与现实脱节 目前台湾已取得的疫苗数量明显还不够 许多年轻人都没有疫苗可打 民进党当局竟然说 第三剂的量都已经买够了 实际是在靠嘴硬掩盖疫苗政策不利